不要放棄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覺得這件事情你覺得是對的 你就實際做下去 直到成功為止 因為像做Vlogger就是這樣 就是 其實那樣的話有困難 因為其實不會剪接 然後你也不知道說要講什麼事情 所以當然一開放什麼困難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 因為它會那種進步 會每天的持續拍一些東西 然後去一些比較新奇的地方 讓我會有各種冒險的精神 然後也讓自己生活更重視 再加上 因為透過這種對話的方式 其實 你在打字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講話很多人 可能最遲 所以你會更修正自己講話的方式 對我在講話的方便會有更大的進步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這件事情是對的 那其實你真的不要去在意你的臉部 覺得自己是對的事情 你對它去做下去 中後天你會成功的 所以 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夢想的話 我覺得可以趁早去執行 因為 像你做一件事情 你可能不習慣 但是你持續可能做個兩個禮拜 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做兩個禮拜 例如運動好 就持續每天都做十分鐘 持續兩個禮拜之後 你會覺得這是習慣 你會習慣性 我覺得現在運動好像 今天會覺得怪怪的 欸 不好插個話 我們在這邊 飛機起架 超美的 看到嗎 這邊 好啦 麻煩的重點就是 希望大家有什麼夢想 然後趕快趁年輕的時候去追逐 因為說真的 世界是不能 世界是不得人的 你只有趁年輕的時候 趕快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千萬不要怕失敗 反正跌倒再爬起來 你年輕還有你的精神 跟精力去做這些事情 等到你老了才後悔這些事情來不及呢 所以有事情 趕快做 先做再說 就是這樣 掰掰 這是VCVLOG 嗨 大家好 我是VC 呃 現在是 呃 出氣的前一天 現在大概已經下午4點了吧 通常這個時間 大家不是急著要 呃 可能回家過年 但是 我不用回去 我在台北就好 所以 趁這個 因為公司都會提早放紮啊 走嘛 就可能趕回家 那 我反而是來這邊打網球 我覺得 那 都沒有人 超美 而且我沒有下午來過 每天晚上來 我發現這個地方真的是 超級漂亮欸 你們看 現在大概5點吧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有夕陽 你看 超美咧 這邊是 吉吉 月宜 剛剛你們看到有飛機的起降 這環境真的超好的 網球場就在這邊 好啦 那其實指導你們看一下這邊的風景 我要繼續去打網球了 那 應該會打到晚上吧 那 就這樣囉 等一下見 就這樣 那 對 我 會不會 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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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現在其實已經很晚了 你看 兩個人看到這邊燈 燈其實已經開燈了耶 所以今天真的超好的時間 太陽還沒下山 就可以讓我們看一下日落 還蠻漂亮的 給你們看一下吧 超美的耶 好 我朋友在教新手打球 看到沒 這是總保持 還可以再見球 這兩位是我在球場最佩服的兩位 你看他們 就是 就他身體上的受限 他們還是堅持著運動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任何藉口 就是你自己願不願意而已 你看他們都這麼努力 這樣子還可以打網球 真的超厲害 超佩服的 浪漫 我真的覺得這邊是 超棒的 你們不管是跨年啊 要來看 煙火 或者是 現在還不夠晚 等要晚一點的時候給你看 Times Lab Times Lab 口齒太冷了 大隻橋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一個 絕佳的 約會景點 我跟你講 帶女生來 就成了 好啦 就說了 讓我們看一下這邊的夜景吧 就這樣 嗨 這邊真的超冷的 今天真的超冷的 今天的Vlog大概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還會在錄多久 但是我覺得 現在當中是個興趣吧 我覺得我還蠻有興趣的 關於剪接這一塊 跟錄這些東西 分享給大家 其實真的蠻有興趣的 那我到底會多久推出一部影片 我也不確定 可能 因為還要上班的關係 所以影片的東西 可能沒有那麼多 所以可能 剛開始學剪接 真的很難 所以可能三天出一部 或者是五天出一部 或是一個禮拜一部 我不確定 反正我會慢慢進一部 那 等我越來越熟悉的時候 其實 順便的速度可以越來越快 好啦 那大概就這樣囉 掰掰